许日語錄演唱會 我多麼鼓掌 嗨主持人 各位長官 各位朋友們 大家午安 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做分享 我的本名是劉伯君 我還是喜歡被叫伯君 自我介紹一下 Tony少爺的導演何瑜 他跟我說 他說我的人生 這是他的形容 像是一個快轉的人生 因為很少人自我介紹 就要用兩頁PPT 我的本業是在立新基金會 擔任新北物資中心的專案經理 基本上就是社工 我大學念的是社工系 我們專門在服務 受抱婦女受信心的孩子 在物資中心我們提供他工作 然後提供他生活的物資 這是我的本業 另外一部分 我自己目前在攻讀政大宗教的博士 另外可能大家比較熟悉的 可能就是一個作家 有時候會上談話性節目 另外也有在學校裡面兼課教書 但是我自己最驕傲的一個身份 就是棒球裁判 我從2006年考取棒球裁判資格之後呢 就一路的到B級裁判 國家A級裁判 以及美國受訓等等 以及世界棒雷球總會的國際裁判 那還有一些感謝大家社會上給我的一個頭銜跟資源 這樣子謝謝 那今天很開心可以跟我們來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一個心路歷程 那其實可能大家都知道 我年紀還小的時候 大概其實我還是覺得我畢業沒幾年啦 但是我還是我一直是這樣覺得 那我在高中跟大學的很精華的七年當中呢 很多人應該知道我是在宮廟裡面度過 那在宮廟裡面度過 老實說啦 一開始起心動念是覺得我想幫助別人 那我們就當個翻譯去幫助別人 那只是我們這翻譯不能考語言鑑定啦 很可惜就沒辦法留下資歷這樣子 那在做翻譯這過程當中 原本覺得我想幫助別人 可是後面發現 太佔用我非常多的時間之外 我必須處理一些 很多是人的問題 而不是看不見那個世界問題 所以你看那個電視劇就知道啦 有些人就很 有些人就覺得很可惜 明明為什麼叫通靈少女 但是卻沒看到幾個鬼魂這樣子 其實我們重要談的是一個人性的這個部分 那在高中跟大學的時候 雖然花了很多時間在宮廟裡面 但其實很多的時間我並不快樂 我不快樂 那所幸我覺得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的就是說 我從小就很喜歡運動 尤其我父親自己本身以前也打棒球 然後後來練柔道 甚至有打進全國賽這樣子 那他還是堅持自己是很好的棒球選手 但我是覺得他是打不好才去練柔道的 但我們不管他 所以我自己有點是加成復興的影響 因為小時候在家裡就是 小時候在家裡就是看到大人來 阿姨啊 你就要說阿姨好 叔叔來 他說叔叔好 結果可是我就覺得我身世就很坎坷 有時候看到我說哥哥好這樣子 然後爸媽就會說你閉嘴啊 沒有哥哥這樣子 那怎麼辦呢 如果在台灣的話 這種小孩怎麼辦 你家裡有這種小孩怎麼辦 收金嘛 對不對 就帶去收金 那所以聽說小時候還要排班 就是如果爸媽沒空阿姨什麼 鄰居會幫我帶去收金這樣 那後來可是後來我發現 我等我比較有記憶的時候 我就問我爸媽說 欸 為什麼後來我都沒有去收金了這樣子 那我爸就說 因為有一天 他發現我在拿著那個洋娃娃布 放在那個小椅子上 然後用鉛筆在幫小娃娃收金 我爸媽就說 喔這樣這樣好像不是辦法 所以喔 你們今天來參加這種活動很重要 因為你參加什麼活動 決定你未來是成為什麼樣的人 那所以我父母就覺得說 不要不要再這樣做了 那可是有時候我從小 我就可以自己有一間房間 那長大之後我就覺得 哇 我父母怎麼對我這麼疼愛 就哥哥姐姐可能沒有自己的房間 但是我有 但是長大之後我爸就破我冷水 因為沒有人想要跟你睡 那我說那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呢 後來我父親就決定了 我父母就決定 就去運動 就去運動 那運動回來 打球回來之後 就累怕了 就睡了 然後就不會再跟他說 我還看到什麼這樣子 所以我從以前就特別喜歡棒球 那後來就去練了這個空手道這樣子 所以照片只是純炫耀啦 我是空手道黑帶啦這樣子 對 當然 對 可是因為現在在這個球偶的市場裡面 他們說這個不要寫在履歷上 就是讓人家知道不是一個正面的東西 所以我只能在這種場合的時候跟大家分享 所以運動一直來說 對我來說是一個生活很重要的一個支柱 那我從以前呢 也一直很喜歡就是 我很喜歡小孩 很喜歡棒球 所以我大概高中開始去當志工 當志工 然後大學會募集這些天鄉需要的資源 什麼球具啊 然後他們可能需要運動的東西 然後募集的時候給他們 所以你有沒有聽過有一間公廟齁 那個當志工跟你講說 要這蓋是不是看風水是不是 可以捐兩套軟式棒球護具 我幫你看風水齁 對 所以以前我就大概幹這種事情 然後拿這些東西呢 再給這些孩子們 所以我就非常非常喜歡這個運動啊 非常喜歡 尤其是棒球 然後陪著這些孩子長大 那一直到大學要畢業的時候 然後我想大家也知道 我決定要離開公廟 然後我要自己過我自己的人生 為什麼我想過自己的人生 因為就覺得我很努力的想幫助別人 可是我每天都要處理別人的人生的問題 可是也不見得真的可以幫忙得到 那所以我覺得後面的人生 我想要我不管怎樣 我自己走一趟 我自己過 過我自己想要過的人生 那所以大學畢業之後 我很幸運 我就留在 大學的台北大學社工系 擔任專任助教 那是一個工保的工作 所以等於是公務人員啦 是蠻快樂的 可是在我 因為台灣的這種 我們的傳統啊 都會希望孩子有個穩定的未來 穩定的未來 就是說最好就是 小時候就跟你講說你要好好努力 可以考到公立的學校 要選一個好的科系 然後找一份好的工作 然後找一個好的對象 然後剩一個好的小孩 然後小孩子在好好的唸書 然後就這樣子喔 對 那所以我也不免書 我大學畢業之後 因為成績還不錯 然後留在學校擔任這個助教 那擔任助教之後也是蠻認真的 然後老師也對我蠻好的 所以我就有其他的時間 我那時候就週休三日 還有寒暑假 我把那個多餘的時間 我就來擔任棒球的志工啊 然後照顧這些 照顧這些偏鄉的孩子 那這樣子的日子 我大概過了四年 就是說這四年 過了接近這四年當中 我又開始坐不住了 為什麼坐不住 你知道那其實老師說 老師對我很好 我有時間玩棒球 我有穩定的收入 你知道那時候大學 一畢業就有四萬五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又有公務人員保險 就是一切的都看似 是我父母非常滿意的這件事情 可是到了第三年的時候 我就開始醞釀 我就跟我父母講說 我想要離職這樣子 那想當然而 不要說以前的 到現在 你如果這樣跟父母說 父母大概就會 換他們起雞了吧對不對 非常不能接受 他們說你 你好好的啊 你還是可以當志工啊 你還是可以 又上班賺錢 然後又有穩定的收入 然後又可以玩你的棒球 為什麼 你現在又出什麼狀況 日卡因了這樣 我說不是啊 一切都很穩定沒錯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但 你知道嗎爸 我現在二十出頭歲 我已經可以開始寫我自己的副文了 因為我這輩子就這樣子了 就這樣子了 只是在於存款的多跟少 房子買在哪裡之類的 就是我 我現在 可是我才二十幾歲 你要我現在就把我的副文寫好嗎 所以我那時候就有點違背父母之令 那時候就決定我辭職 辭職之後我去考政大的宗教研究所 為什麼呢 因為關於我過去發生的宮廟那些事情 其實我也想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我在做探尋的過程當中很挫折 那我從大學的時候開始就有一些學者 包含美國的學者就來研究我 訪談我 不管是宗教的、社工的、心理的、人類學的 我是各個研究者、愛用者這樣子 然後我經過被他們訪談之後 我覺得我自己也收穫很多 就是說我去思考說 原來是世界上有很多人跟我有類似的經歷 然後這種無形界的文化現象 其實是在其他文化會有不同的看法 我覺得好有趣喔 所以我就覺得 也要一方面彌補我 那時候高中大學沒有辦法好好當學生的遺憾 然後我就去念了政大的宗教研究所 那當然在攻讀研究所的同時呢 因為時間就多了一些嘛 所以我就更投入了時間去做棒球 為什麼 因為我帶孩子去比賽 我相信各位都看過棒球比賽 在台灣 不要說台灣全世界 哪一個看棒球比賽沒罵過裁判的舉手 沒有 對 我當年也是那個在場罵的超大聲的那種 對 那我帶孩子去比賽 然後 比賽裁判真的是 真的是 真的就糟透了 所以呢 比賽結束之後呢 我就 到大會 他們有那個休息室 我就說 我想要知道今天裁判的名單 我想要知道你們有沒有執照 為什麼你們可以這樣子判比賽 你們這樣可以不用負責任嗎 那你們是哪個辦委會的 我想要去申訴 這樣子 沒有人理我 這樣子 沒有人理我 我最後就 留了一句 老娘來站都站得比你們好 對 因為我覺得 我們的孩子很認真打球 很努力打球 不管他打得好不好 是一回事 但我們值得一個公平的比賽 對不對 我說我們孩子這麼努力的打球 然後 他要怎麼 我要怎麼跟他講 你明明就是safe 然後別人草草了事 就判你一個out 希望比賽趕快結束 我說我沒有辦法面對 所以你看 我知道我要怎麼教小孩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就告訴自己說 你不要哭 我說 以後我來當裁判 雖然我不是完美的裁判 我不是不會誤判的裁判 但我會秉持一個初心就是 我努力當一個棒球裁判 成為這個球場上的小螺絲釘 那麼 讓你們的球技可以展現 所以棒球給我很多 所以當裁判這件事情 是我可以回饋 回饋這個棒球的方式 所以我就非常喜歡當棒球裁判 只是說 我開始當棒球裁判之後 也是發現 一個很大的挫折 就是另外一個 讓我覺得到了另外一個星球 因為以前我總覺得 台灣哪有什麼性別不平的問題 我覺得沒有什麼問題 那通常 喜歡講這種大話的人就會自己打臉 因為我一開始進棒球裁判的時候 確實就遇到很大的挫折跟困難 因為他們不太 在台灣基本上 棒球還是比較單一性別 所以 當一個女孩子 闖入他們領域的時候 其實他們 不知道該怎麼去面對我 所以我記得那時候講習 棒球裁判的講習有三天 然後第二天結束的時候 就有老師跟我說 那你明天就不用來了這樣子 我說 為什麼我明天不用來 他說因為 你就算考過了 也不會有人讓你實習 你就算實習通過 也不會有人要用女裁判 所以你乾脆明天就不用來了 反正 你就 就沒有人 沒有人喜歡用女裁判 你就不用來了這樣子 然後這時候我就把牛皮紙袋 像你們不是都報到 都會給資料嗎 資料裡面有個東西叫收據 我就把收據拿出來給他看 我說神拜 我繳錢了 包含明天的便當錢 所以 我一定要來考 這樣子 對 所以為了 對 我覺得 雖然你有你的看法沒有錯 可是這是我的權利 我就應該這樣去做 那06年 考取裁判之後 這一段過程真的 我相信很多媒體 或者書裡面也都寫到了 所以 就不多說了 那真的是一件 那前面三四年 真的是一件 非常非常 我只能說是一個非常非常辛苦的一個過程 那 在很多的質疑之下 我擔任裁判 那棒球裁判有分雷神跟主神 然後當我雷神戰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也很想當那個主神 可是呢 我就遇到一個情況 就是 有些前輩雖然對我很好 可是他還是覺得說 我不適合當主神 為什麼 就是 因為主神威脅性比較高 他怕我受傷 我沒有適當的護具等等 所以他們就勸我說 你不要想要當主神 要不然你就當全國第一個女雷神也是很好 對 可是 我怎麼想 我都覺得 不對 因為我就是 既然你要做這份工作 我應該 真正的性別平權就是 都公平嘛 所以 我為什麼永遠就是雷神 我有時候 就算是辛苦 我也想佔主神 那我遇過最惡劣的態度 就是曾經 在開會當中 就指著主神的護具 告訴我說 劉伯君 我告訴你 你為什麼不能當主神 你看到這個護具了沒有 這護具 從來都不是為女生而設計的 如果你要佔主神的話 那你兩顆奶奶你要放在哪裡 那還好我平常就是都有跟父母練習這個頂嘴的功力 這種頂嘴對我來說是一塊蛋糕 我就跟他說 我會用我的護具又不會借你的 你替我擔心什麼 所以 在這個拉扯當中 我那一年在 拉扯將近快兩年了 在17年底的時候 我擔任澳洲隊的翻譯 然後 他們在球場上也剛好目睹了 我被 我被不好的對待 然後他就說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這樣子 我就說 我想要當主神 可是 有些人就是覺得 女生沒有能力當主神 你們覺得呢 那澳洲人就跟我說 你這樣想 如果 你想要做什麼事情 是你想要做的 愛你的人會支持你做到 不愛你的人會希望你做不到 然後攻擊你 你要聽愛你的人說的話 還是不愛你的人說的話 我說想一想 當然很簡單啊 就是愛我的人說的話 他說對了 所以如果你覺得這是對的 而且你做這件事情 也沒有侵犯到任何人的權利 這是你想做的事情 那你就應該要努力去爭取 不要去聽那些惡意的攻擊 我說好 那所以從擔任完翻譯之後 我就很認真的思考 我一定要再更勇敢的去爭取擔任主神 那你說這中間有沒有退縮 你當然還是會害怕 尤其當是你孤單一個人的時候 不過 我很感謝他們 就是包含 後來他們日後他們回到自己的國內 我們用通訊軟體聯繫的時候 會鼓勵我說 你不要怕 因為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他們會讓我練習當裁判 他說 我上過大聯盟 我已經丟球給你看了 如果我的球可以判的話 你所有的比賽你都可以贊 所以我後來就很努力的爭取成為主神 那在擔任主神的過程當中 還是有很大的辛苦 因為包含說 並沒有適合的護具 那我很幸運 謝謝中華棒寫的讓我擔任 羊姬隊的翻譯 很多人就問我說 你是有補習英文還是什麼之類 其實老師說 我並沒有特別去補習或是留學這樣 因為當你找到你熱愛 你真的很想做的事情 你就會想辦法把自己留在球場上 我為了想把自己留在棒球球場上 所以就逼我自己去學英文 因為我不可能利用裁判到國際的比賽 但是至少翻譯我可以混進去 所以我一定要想辦法混進去 所以我在擔任羊姬隊的時候 他們也發現我的狀況 就是在球場上 就是這樣被護來換去等等 然後一些不好的對待 然後羊姬隊也是問我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他們可以這樣凶你 然後我記得我那時候在林口球場上 我雖然很堅強 可是那個時候真的已經 當他們問到我站裁判的狀況的時候 我已經是整個就潰體 我就在林口球場那邊大哭 然後我問他說 我用英文問他們說 我只是想要當棒球裁判而已 可以告訴我為什麼這麼困難嗎 可以告訴我為什麼我不行嗎 我只是喜歡棒球而已 為什麼我不行 那我覺得 女人的淚水真的滿有力量的 羊姬隊聽到了之後就可能融化了 他就 翻譯工作結束之前 他就跟我說 我們很支持你做這件事情 那他們能為我做的就是 他說我們羊姬隊送你一套 你去廠商那邊他們會買單 然後包含女用的護檔 所以我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然後獲得這個護具的贊助 那一路的後面就比較好一些了 一路的 包含在國內很辛苦 因為機會並不多 那他們就鼓勵我說 如果你覺得在台灣你走不出來 找不到幾個地方 你就自己勇敢一點自己出國 所以那時候我就陸陸續續到了香港 然後香港又認識了澳洲的裁判 澳洲 我又之前因為又擔任他們翻譯 對我很熟悉 所以他們就邀請說 那你來我們澳洲 站全國的女子棒球賽好不好 我說當然好啊 所以我自己就存了錢買了機票 就一個人又去了香港 然後再去了澳洲 那麼一路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簡單介紹 反正一路呢 我就到了委內瑞拉 擔任國際棒那一種的裁判 我真的這一路真的 我只能說真的很辛苦 我記得我在出發前一天 還在球場被前輩叫去鼓勵 就是說你這種程度你也敢出國嗎 不要丟台灣人的臉了這樣子 對然後說你 我就說可是國際棒那一種已經派我了 然後他就看著我說 你要不要自己取消機票 我說我不要 我就是要去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這東西真的是 呃 外界會給你很多的懷疑 尤其是你在走沒有人走過的路的時候 可是有時候 你必須頭腦簡單一點 就是只看到 有時候也要有死人的地方啦 就是只只看你的目標 其實沒有那樣的困難 那另外呢 我到了國外之後我才發現 哇 原來有美國職業裁判學校這種東西 所以我回國之後我就寫了一個proposal 給我的贊助商 我說我在念書我沒有錢 可是你願不願意支持我去國外訓練授課 我說我沒有辦法給你金錢上的回饋 但是我未來讓我成才之後 我一定會回來幫助更多的女性 幫助我們的裁判 幫助其他的女孩子 那所以董事長 就付了所有的費用 讓我到美國去受訓 我去受訓 總共裁判學校兩間我都去過了 那我覺得讓我非常感動的一件事情就是 記得我在台灣包含連參加一些活動的時候 我們那個報名表上經常就是沒有性別人 我到美國去的時候也是發現一樣的狀況 他們看到我的時候第一個反應也是 你學員 yeah 我就是我有submit 然後你是女生 yeah 看得出來嗎 對 所以我去那兩間學校他們有時候也是 一開始也是覺得很意外這樣子 那在第二間學校受訓結束之後 我覺得很感動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在這樣子的課堂上中 他告訴我說最後一堂課的時候 他突然跟全班的同學說 我要在這裡正式的跟Sophia道歉 然後我就嚇了一跳 我說為什麼要跟我道歉 他說我要為了你來這邊所有的不方便而道歉 我說沒有啊 你給我女廁我覺得就夠了 真的 我在台灣最傷好經驗就是這個 上廁所跟換衣服的這個問題 那我覺得在那邊設備這樣子充足 我覺得對我來說就夠了 可是他說沒有 他們在思考說為什麼他們的報名表上 沒有性別人 他們沒有準備好說 會有女生來參加這類的課程 然後他接著他就說 他說為了要表示對你的尊敬 我們未來的網站上面 我們的報名表上都會新增一格性別欄 那所以我回國之後 我就自己偷偷上網看 居然真的有那一小格耶 我就說 我就常開玩笑 我說我希望我可以生個女兒 然後再生一個女兒 因為我要跟我孫女說 你知道嗎 美國大聯盟指定的裁判學校 你知道他們報名網頁很麻煩的 好多頁你知道嗎 他們美國人就是要你寫一些 基本資料啊 健康狀況啊 要寫好多 但是就沒有性別人 我要跟我孫女說 大聯盟指定的裁判學校裡面 內閣性別人 就是你們祖母當然 自己一個人去美國旁邊回來 謝謝 那在你們那邊真的獲益良多啦 學到了很多 然後自己真的 總算比較成才一點 但是當裁判是不會讓我 飛黃騰達 大富不大貴 但我堅守著當年的承諾 因為這一路上來 有很多人給我苦頭吃 但是這一路上來也有很多 我要感謝的貴人 那麼所以我回 抱歉 我回國之後 就開始投入這個 女棒的這個活動 那 因為大家一定是 比較有興趣這個東西啦 我的生命當中 有另外一個平行的軸線 就在我在奮戰棒球之外呢 我還有一個平行的軸線 就是大家熟知的這個通靈少女 其實通靈少女前面的前身 是一個短片叫做神算 為什麼會有這部戲 其實是這個導演何瑜呢 他在學一個課堂作業 他寫這個課堂作業之後呢 老師覺得他課堂作業寫得很好 他寫Email給我 問我可不可以幫助他完成這個課堂作業 因為他要寫碩士 念碩士 那我說OK啊 我自己那時候也念碩士 我需要人家幫忙 所以他那個課堂作業後來就投稿公共電視 變成拍成這個神算 然後拍成這個神算之後幾年呢 又拍成通靈少女 HBO 所以其實對他們來說 對何瑜還有麵包來說 也是另外一個很驚奇的一個過程 所以這故事就是告訴我們 平常課堂作業就要認真寫 這是真的 你沒有前面 就要包含你棒球裁判一樣 你沒有站好每一場比賽 你怎麼可能一步登天到那樣的位置 那所以利用這樣子的知名度 還有包含我對棒球的承諾 後來跟朋友們弄了這個女子棒球運動課堂協會 其實我當教練 後來我就覺得我還是當裁判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呢 推廣讓女孩子去打棒球 為什麼 因為棒球其實是很單一性別的 我希望讓我們孩子知道說 有些特別是很多女孩子 她在 她其實很優秀 可是我們在我們的文化當中 常常會覺得說 女孩子會標註女總統 女法官 女醫師 就是會覺得 女孩子當一個這個東西是很特別的 就比方說我常會被介紹成是女裁判 可是其實我就是裁判啊 我做的工作就是那樣 她沒有性別的 可是我們加諸她性別 所以換過頭來說 其實很多很優秀的女孩子 她可以是有更好的潛人 可是她卻限制著自己覺得說 那好像不行 我可能不行我做不到 我有一些自我懷疑 所以我希望透過運動 可以讓這些女孩子知道 嘿 你們很棒 不管怎麼樣 我們去試試看 我很喜歡我的學長 林希奇先生說的一句話 你人生不是得到 就是學到 你就算是失敗 這過程也是相當有意義的 所以非常感謝AIT 送我到 Growth Sport Mentoring Program去學習 那這個東西對我來說很有意義是 我終於在我們的文化裡面 你知道嗎 當我即便到國際裁判 我還是覺得說我不夠好 然後我運氣好而已啦 承浪 然後我只是幸運等等 一直有這樣子的念頭 到這個program呢 我學習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最重要是給我一個很大的自信心 是 我願意擔起 Role Model這個角色 就是我願意 不管我今天到這個位置是幸運也好 然後 實力也好 但 我既然在這個位置上 我就要擔起這個社會責任 一起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好 那麼 呃 老實說我小時候最大的志氣 最大的願望的話 可能頂多就是當殯儀館館館吧 當然我真的沒有想到 我有機會可以到國務院去分享我們的 婦女的政策啊等等 那 這對我來說是一個 也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充權 讓我知道說 我有這個責任 那 另外一方面呢 呃 我花了很多努力 就是 不只要有我好 我希望 我得到這些幸運跟榮譽 也可以分享給其他的人 所以 參加一些 國際的活動 然後包含 很有很 幸運的可以 也很光榮的可以到聯合國上 呃 來分享我們台灣的這個 呃 得獎這個榮耀 那 最後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自己的一個 心路歷程的心得 這個 當年 我在球場上 就是我孤單 孤軍奮戰 我沒有名字 他們叫我 欸 那個女子 那個女子 這樣子叫我 我沒有名字 而今十三年後 我們有十多個 台灣有十多個優秀的女裁判 登上了美國國務院 所以我覺得一步一步的來做 那我分享我自己的 呃 這些的心得啦 就是說 鼓勵我們這些年輕的孩子 尤其是 我相信你沒跟我一樣 你不希望你在二十幾歲的時候 就把你的木字名寫好了 齁 我們還可以寫很精彩的齁 齁 就是寫到這種 你自己掃QR Code 因為一頁不夠寫 這樣最更 不是很酷嗎 齁 第一個 持續找到你的信念跟目標 就是 找到你那個熱情 這個熱情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沒有熱情的話 你做什麼事情 你就會覺得很累很懶齁 齁 所以你看這種天氣 你叫我去那個 去外面Seven買個東西 我覺得好熱喔 你叫我去站主審 主審 可以啊 沒問題 齁 這個就是熱情齁 齁 而且 我在棒球路上 它也不是一個很順遂的道路 我中間也經過很多的挫折跟失望 但是 就像我學長說的 你不是學到 不是得到 你還是學到 這過程當中都是滋養的養分 第二個是思考與分辨 我覺得 我們常常講說做自己做自己 可是做自己 不代表一意孤行 不代表不去聽別人的建言 相反的 我很喜歡這樣的 mentoring program 就是說我可以知道一些過來人 他們直接給我建議 我就可以少走好多冤枉路 所以做自己不是不聽別人的意見 相反的是我多聽 但你怎麼分辨 你怎麼分辨他是建議你的 還是在唱衰你的啊 酸你的啊 打擊你的 就像我前面講的 你想想看 他是出於愛你才說這些話 還是他不愛你才說這些話 如果他是愛你的 你真的有時候也要聽一聽想一想 我們是不是有些缺點可以改進 可以修正 如果他是不愛你的 真的就不要理他了 就不要往心裡面去 第三個就是找到自己的節奏 用舌油詞心倉在我 就是說 我有宗教這一塊 有社會公益這一塊 也有棒球這一塊 我自己的方式就是說 我在一塊碰壁的時候 很不快樂的時候 一直缺乏機會的時候 比方說我骨折手受傷不能當裁判 然後我還一直要上場嗎 沒意義 那我就把力氣幹嘛 用來讀書啊 用來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當我在順遂的時候 我努力的去衝 大膽的去衝 當我在衝的這過程當中我發現 遇到很多阻礙 然後沒有貴人 或是缺乏資源 沒關係 我就藏 藏不是躲起來 通常那個時候 我會拿這個力氣用在念書 學語文 因為 總是在會 人生都是起起伏伏的 你在你低潮的時候 好好的修身養息 等到你順遂的時候 你才有那個力量 去往前衝鋒現身 所以要找到這樣子的節奏 最後呢 就是試著享受跟分享 英文有一句願意啊 If you wanna go fast you go alone If you wanna go far you go together 包含我後來做的這些女棒的活動 絕對不是我一個人 是我們的團隊一起做的 不可能我一個人可以做這些事情 即便是完成一場棒球比賽 也不是我一個人 所以呢 我們學著去有夥伴 一起來分享這過程的喜悅 然後一起來承擔中間挫折的痛苦 然後會比你一個人還要更有滋味 最後一個呢 就是磨忘初衷了 有時候人生真的很辛苦 人生真的很挫折 這是真的 那麼想想原本的初衷是什麼的時候 就像是我在國際奧會 他們給我訪問 他們說 你要有什麼樣的力量 可以堅持到現在 我說 我覺得因為我有一個信念 如果信念呢 就像遠方的一個目標 如果你知道你的目標是在那裡 你走在這過程當中 即便遇到什麼阻礙 你也覺得那沒什麼 終究會過去 因為你要的是到達彼岸的那個地方 這樣我們就比較不會糾結在 眼前的困難痛苦 困在情緒當中 目前40歲 然後用這幾個方法還滿受用的 所以也希望藉此小小的心得分享給各位 也祝福各位平安健康 謝謝 謝謝 謝謝博君的分享